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内心久久无法平复 本来他不能提倡了 不能提倡了 全身痛苦 很痛苦的 就是这样扶起来都痛 全身痛苦 不能吃东西 不能吃 水都不能淹 水都淹不泄水的 就是今年都是西饭啊 吃那个西饭 很大的 很轻的西饭 此不眠目 那个时候人子的眼睛就还光了 这样的 这是还千一个人间的脸 起初起清楚的回忆道 母亲在生命的最后几个月时间 一直都是痛苦的躺在床上 每天只能勉强喝上一点粥 维持生命 可比起身体的疼痛 更加折磨母亲的 则是一个埋藏进半个世纪的心愿 为此 母亲临终都未曾合上双眼 亲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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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吃饭 自己吃饭 两岁多带走的嘛 两岁多才带走的 两岁多是吧 两年了是吧 两岁半了 两岁半了差不多 她就是紧张会想她 最后就是想我那个妹妹 想我那个武汉妹的 想 想妹妹 怎么会 就是说她是带着什么遗憾走的 这个最后都没得见一天 真的 原来 文艳华老人生前育有三女一子 其中 二女儿吉世红在两岁时 被送养到武汉 近半个世纪过去 老人最大的愿望 便是再见一眼女儿 那么 当年吉家父母 为何会将年仅两岁的二女儿 送养出去呢 就在这时 大哥急初起 将我们拉到一边 说出了一个隐情 第三年三月份 她就过了春节 过春节 那个时候 她回来 回来就跟我爸妈商量 但是我现在 伯母也没有小孩生 但是你们 我们兄弟也是亲兄弟 是吧 你有三个女儿 就给我帮你养 反正养好了 以后工作呢 反正参加的工作呢 反正也不会亏待你们父母 一样的 一样的 会赏养你们 吉初起回忆 当年由于武汉的二伯家 没有生育子女 出于兄弟亲情的考虑 吉家父母 才将二女儿吉世红 送给大伯家抚养 并且约定 两个家庭今后 仍然保持正常来往 但让吉家父母 万万没想到的是 自此之后 二女儿吉世红 却再也没有回到这个家 她从来没打过电话 给我父母 从来没有 你这问候一致都没有 你父亲去世的时候 想他 但是的话 你跟他联系了 还没回来 对对对 联系了 联系了 她当时怎么说的人呢 她这样说 她没必要 她说我只认一个父母 联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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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也很生气 我们就一段时间 每月跟她联系了 早在2002年 父亲去世时 吉初起 就曾电话联系过妹妹 吉世红 希望她能回家奔丧 可让她感到气愤的是 妹妹却断然拒绝了自己 甚至扬言 绝不认亲生父母 原本是血浓于水的亲情 怎么发展到现在 隔阂如此之大呢 是您给她发的信息是吧 是的 是亲爱的妹妹 我是双蓝 嗯 还记得有一次我来武汉天下雨 就是您回忆 您以前小时候跟她在一起的事情是吧 我就记得了 我识 特别温馨是吧 她 娜娜 我十几岁大 嗯 她比你小几岁 小小两岁度 我们两个抱在抱在一起走 回家 拍过我的事 我怕她的事 就是那个样子 我也想了 我没想到我妹妹的快住 我就想了我妹妹还可以 希望她就不要我们了 大姐及双蓝 清楚的记得 小时候自己几乎每一年 都会跟妹妹待上一段时间 一起吃零食 一起玩游戏 甚至下雨天 也是一起撑一把伞 可往事越美好 现实却越冰冷 她想不明白 为何小时候还跟自己关系亲密的妹妹 如今却是形同陌路 甚至连亲生父母去世都不闻不问 这些年里究竟发生了什么 中国第一个大学 汉国小学 确定 确定她是分校 现在有去分校 汉国小学 她提供了自己 她是教授 讲师 应该是讲师 讲师 可能副就是操作 经过多方打听 即初起得知 妹妹吉士红 就在武汉市的中国地质大学汉口小学任教 得知这一信息 即初起即刻决定 前往武汉寻找妹妹吉士红 而在出发前 她站在母亲的遗像前 想说几句话 我妈 天天记得到 喝两个心理 我妹妹早回来 喝两个心理 喝两个心理 回想起母亲坎坷坷艰难的一生 集出起无不心酸感感 为了抚育子女 母亲不知吃了多少苦 可现在 母亲却知道去世都未能瞑目 作为长子 即初起决定 一定要帮母亲完成最后的遗愿 那么 距离母亲出殡仅剩两天时间 即初起能否劝回妹妹 这份阻隔近半个世纪的亲情 又能否再度接续呢 按照地址 我们来到了武汉市中国地质大学汉口校区 可这里却是一片残砖瓦砾 随后我们咨询了附近居民 附近居民透露 这里确实是中国地质大学汉口校区所在地 但由于教学资源整合 早在十多年前 该校区的师生及各级部门 都整体迁往中国地质大学武昌校区 现在 这里仅剩下几栋退休职工宿舍 难道亲戚提供给即初起的这一信息有误吗 就在这时 一位热心市民说出了一个重要线索 这位热心市民表示 虽然中国地质大学汉口校区 大部分部门都已迁走 但却仍然保存有一个离退休干部处 如果即初起的妹妹即世红真的在该校人家 那么一些学校里的老员工就很有可能对此知情 按照市民的指引我们来到了此地 имся 你跟她是同事关系吗 还是同事 这位老员工回忆 十多年前 校区还未合并前 她确实认识一位 同样名叫吉士红的女教师 现在的年纪也是四十多岁 而且由于吉姓并不普遍 当时该校区 并未出现其他同名的职工 这种种吻合的信息 是否预示着 这位吉士红 就是吉家老母亲 苦苦思念的女儿呢 随后这位老员工 回忆起了一条 关键的信息 据这位老员工介绍 以前吉士红曾教授过金融专业 而金融专业 隶属于该校的经济管理学院 如果没有太大的人事变动 那么吉士红 仍然很可能待在原学院 得知这一重要信息 吉初起很是激动 这个的话应该就是 你妹妹 对 她因为心急得很少很少 就是刚刚那个女儿 也是可能是 她现在可能快要见到你妹妹了 还是挺激动的 肯定是自己 肯定开心不 快找到她了 对对对 在吉初起的印象中 上一次见到妹妹 自己还只是十多岁的少年 想到不久后 有可能见到妹妹 她是说不出的高兴 那么既然双方 对彼此的身份都早已知晓 为何至亲间的亲情 会阻隔四十多年 四十多年后 这一趟带着 王母遗院的寻亲之旅 又将是怎样的结局呢 吉初起告诉我们 自己家里一共有四姊妹 自己排行老大 被送走的吉士红 则是自己的二妹 当年由于二伯母侯玉林 迟迟不能生育 二伯父多次登门 希望领养四姊妹中的一个 尽管父母有过犹豫 但出于手足亲情的考虑 父亲吉昭雄 还是将二妹吉士红 过祭给了二伯家 并且约定 两家今后能够多保持来往 刚开始 两家人的关系还保持不错 相互之间还有来往 可是在二妹十多岁时 二伯家却突然断绝了一家人 和二妹的所有往来 甚至于2002年 父亲吉昭雄去世时 得知消息的妹妹 也未出面参加葬礼 那么原本和睦的两个家庭之间 到底发生了什么 竟然会演变到现在 关系紧张的地步 吉士红对自己的亲生家庭 又有着怎样的误解 就连亲生母亲去世 她都如此冷淡呢 为了进一步打听消息 我们来到了中国地质大学 武昌校区经济管理学院办公室 请问一下 咱们这个钥匙 姓吉的吉士红 吉士红是会计系的 吉士红 你找吉士红什么事啊 我和他哥哥 你是吉士红的哥哥 没想帮你 老师不做班 您是他哥哥 没有他联系方式吗 他电话我也是 我是从福昂科的 老师没课一般不会过来 不做班 不做班的 你这样你可以到会计系里面 去看好吗 会计系吧 学院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表示 他们学院确实有一位 名叫吉士红的女教师 已经任教于会计系多年时间 按照工作人员的指示 我们来到了会计系 所在的办公室 443这个会计系 感情是会计系 在这里 没人 有人就找这个 找这个开 他什么人是吧 是那人 吉初起敲响了会计系办公室的大门 可办公室内却无人应答 最后吉初起 询问了一位路过的学生 是这个 是这个 是 我知道 他去年教过我了 是这个教过你吗 我觉得挺学生的 就是说除了上课 有跟你们说过其他的学生吗 没有 他是上会计吗 对 凑巧的是 看过吉士红的照片后 这位学生明确表示 照片中的人 正是教过自己会计专业的吉老师 在他的印象中 吉老师带人温和 教学水平较高 在学生中有着不错的口碑 只是对于吉老师家庭方面的情况 学生们并不知情 那么 吉士红现在究竟人在何处呢 此刻 吉初起早已按捺不住 主动拨打了妹妹的电话 吉士红下 吉士红下 这是想着一圆下 然后的话再挂点 对对对 这就是呼应不见 你电话 对 吉士红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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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次尝试着跟妹妹打了几个电话 但每次刚刚拨过去 就被对方挂断 对于哥哥 吉世红究竟有着怎样的心结 甚至连电话都不愿意接听呢 就在这时 吉初起的手机上 收到了来自妹妹的短信 我只有一个妈妈 她是不肯接电话 她就发短信 对 只发短信 意思就是这个 我只有一个妈妈 那她这个前代的意思就是 不想见你 就是问这个养妈妈 就是我只有一个妈妈 先不中 就是没有两个妈妈 这样的意思 你就只有一个妈妈 你就这么直 你得要是不是 你得要见证 这条我只有一个妈妈的短信 虽然只有聊聊几个字 却不难看出 吉世红对亲生母亲的决绝态度 吉世红到底有着怎样的心结 竟让她如此排斥 自己的亲生母亲呢 记者决定 用自己的手机 拨打吉世红的电话 你好 你好 请问是吉女士是吧 你好 你好 我是那个湖南电视台的记者 然后这一次的话 也是你那个哥哥 呃 习先生的话 委托我们过来 就是你们这边的话 确实有误会 他说 有有点矛盾的话 然后想让我们帮他 就是说 能够 静下心来 我们能够坐下来 然后协商一下过 没有时间 我现在很忙 电话刚接通 吉世红就明确承认 自己确实是吉初起的亲妹妹 而对于与亲生家庭的关系 而吉世红却表示 自己与哥哥和其他亲人间 并没有什么矛盾 之前未接电话 也主要是因为工作太忙 双方对彼此关系 截然相反的说法 也让记者很是诧异 现在双方关系 变得如此冷淡 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吉世红说 自从有记忆开始 自己便跟随养父母 在武汉生活 那段童年也是她一生中 最为快乐的 而自己虽然小时候 与亲生父母这边 也有来往 但那却是当作 普通亲戚间的交往 直到十二岁那年 她无意中从别人口中 得知了自己的身世 自此之后 生活中的一切 瞬间变得不一样了 这种影响我跟你说 你也懂不了 懂不懂 我说的意思是这个 我就是 我还怕做了再多的苦 再多的烦恼 我跟你现在也讲不清楚 我知道有怎么样了 但是你没有天天相处 你怎么可能有这个感觉呢 你没有天天相处 她也没有介入到我的经济 各方面的生活 然后说吃个拉扎 这些东西都没有介入 你说要有什么感觉呢 你的父母 像我们当父母 都知道 从小关系她的精神 关系她的物质 吃饭 弄 学习 各方面的 陪伴了 是吧 真的没有陪伴 你说怎么可能 一直好像感觉呢 12岁 正是一个孩子 最无忧无虑的年纪 可极世红的童年 却在这一刻戛然而止 由于知晓了自己的身世 养父母对自己的好 她开始小心翼翼的对待 而亲生父母 偶尔的关心 她更是时刻保持警惕 她也尝试过 接纳亲生父母的好 但被送养的经历 却像一根针 深深扎在心里 让她久久无法释怀 那么 现在对于 与亲生家庭之间的关系 极世红 又是如何看待的呢 我是觉得 他们过来 非要认清 就很可笑 知道吧 我觉得 这个叫什么呢 你自己没有付出辛劳 就想直接得股 那是不可能的 就像我们这话 你把这个小孩 送到别人养了 那么他这个小孩 过得好 或者不好 当然作为亲生父母 肯定希望他过得好 如果他过得好 不是好 跟自己 不是说 再有那种 亲生父母之间的 那种关系了 但是不可能有了 在极世红看来 既然自己自幼 就被亲生父母送养出去 此后数十年 也并未得到 亲生父母的关爱和帮助 那么 无论从法律 还是从情感上讲 自己都没有义务 对亲生父母做出回馈 可毕竟现在生母病逝 唯一的遗愿 就是希望他能回去一趟 极世红 又能否体谅呢 我跟你讲的 这个不是他 结局问题 就是上一辈子人 上一辈子人不在了 所以说 不是我们之间 能够去 这个生日子了吧 上一辈子人 就是养 我给我的 给大伯养了 然后我一直 就是有这样一对父母 不可能 我有两对父母 我也不愿意 我也不愿意 有两对父母来 可能就是您 这边的养父母 这边的话 也可能当时的话 会对您提出一些要求 可能就是说 对这个亲生父母的话 就是当时保持距离 是吧 没有没有 那从来没有 从来 我养父母从来没有 做这样的要求 看见那是当时挡价 知道吧 你不要说 哎呀 其实您现在的话 对您这个亲生父母的话 自始至终 吉世红都坚定表示 只认养父母 不认亲生父母 对回家奔丧非常排斥 而对于妹妹刚才的说法 急初起 却透露出一个隐情 他这个是同情 同情 别人好像我不会 别人就是你拉 就是十万百万 我都不会保个小孩给你 就是同情 我爸妈妈没有 那个伯母没有小孩生 都没有生日能地 就是说我们 就是不管他现在过得好 就是我们遗弃了他 就这个意思 他还不懂中间 这个他不调给他爸妈 是不是 他现在就是 您觉得他就是 对这个愿意 就对您父母 十一生父母的话 对 这个愿意 一直埋藏着 对 他就借这个底 吉初起表示 当年父母将妹妹送养给伯父母家 完全是出于同情 绝非抛弃妹妹 可现在 妹妹吉世红 却对亲生家庭满是怨念 吉初起认为 妹妹这样做 正是受到了其养母的影响 那么 吉世红如此决绝反对的背后 是否真的与其养母有关 最终 吉初起还能否劝回妹妹 达成王母的遗愿呢 对于吉世红而言 童年和成长一直是他不愿提及的字眼 刚过十岁 吉世红便得知自己被抱养的身世 从此之后 自己的童年便没有了欢乐 成长路上也似乎一直被一层乌云笼罩 尽管养父母对自己视如己初 但他却再也无法无忧无虑地享受这份疼爱 他经常担心这份爱或许哪一天就离自己而去了 而对于自己的亲生父母 吉世红更多的是埋怨和愤怒 他不理解 为什么四个姊妹唯独将自己送走 为何将自己送走之后 亲生父母不能给予自己充分的关爱 也正因为如此 几十年来 吉世红一直将养父母 认作自己仅有的父母 对于亲生父母则避而远之 即便是十多年前亲生父亲去世 他也未做出任何表示 而吉出奇表示 妹妹现在这样的做法 和其养母有着莫大的联系 那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吉出奇决定找到伯母侯玉琳 一问究竟 吉出奇来到了伯母侯玉琳家门口 但无论吉出奇怎么敲门 屋内却始终无人应答 难道是老人出去了吗 吉出奇咨询了附近的邻居 这位邻居十分肯定地表示 侯玉琳老人今天并没有外出 而是就在家里 这让我们不禁大为惊讶 为何侄子急出奇刚才敲门 老人却不愿意开门相见呢 亲人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矛盾 为了促进双方沟通 记者决定先单独敲门 我正追倦 追倦认紧了 现在是吃这个 我们要现在都是吃油 我知道 现在她也上来 我单独的话跟您聊一下 我不要理你 我不要理我听不清楚 我也说不得谎 我企图穿过来 搞不好 开门的正是侯玉琳老人 隔着铁门 老人的情绪有些激动 老人表示 最近几年 自己身体每况愈下 可其家其他亲戚 却从未过来看望 最后 老人向我们道出了一个引擎 奶奶 其实现在的话 其实现在的情况 您应该她跟您说了 哎呀我不知道 我知道 家的情况不知道 她家的情况 我知道 她有三四个儿女 她的都是相欠 我现在没有钱 有钱我跟她欠 她不再来了 她现在不是要钱 她不是要钱 不是要钱以后 要钱不要钱以后 我现在一切都关不掉 我自私都难保了 我刚才刚看到您这么瘦弱 其实我也是挺心疼的 就是作为任何一个人 看你 我说不通话 不能跟你说了 对不起了 按照侯玉琳老人的解释 侄子急出起 过来看望自己是假 实则图谋自己的财产 老人为何突然会有这样的说法 而自始至终 老人都站在屋内 甚至不肯与远道而来的侄子 说上一句 眼见伯母的这一冷淡态度 急出起决定 买点礼物送给老人 苹果 香蕉 这些水果都是伯母爱吃的 急出起仔细挑选购买了一些 准备送给伯母 可刚走到伯母家门口 急出起 却停了下来 怎么 我不敢往上去 他就是丢 扔过东西 你刚才这东西 等下一分 还不好了 对不对 就这个意思 一开门 一开门 马上就位 我就拿一天 看他爹 接受 等于我还是要住 住这个公司 但是您大老远呢 也是过来 能看他也 不是 我以前他丢 就是想他不要别动 确实你来这里就来 你不要不要拿东西 他都不接受 就是现在 现在这伯伯都就跟着了 就走了 衣衣啊 都全部人都跑走了 后来我生气了 我就马上走了 马上飞 当天晚上我就飞 吉出奇表示 这些年 由于担心 他们跟妹妹认亲 伯母一直对他们 非常反感 甚至还在几年前 做出将自己送的礼物 直接扔出家门的 出格之举 也正因为此 他和其他子 才在随后的几年时间 断了跟伯母的往来 现在时隔几年后 再次登门 吉出奇 终究无法放下 内心的芥蒂 为了消除 双方之间的隔阂 记者代替 吉出奇敲门 不论记者如何全说 但侯玉林老人 却再也没有开门 为了了解相关的情况 我们来到了当地社区 上个的咱不追究 就是把妹妹送给她了 说着 我们老家有句话是吧 过记不认我 我们这个 我们这个 因为我爸也是过记的 我们这个 这个不同 我爸也是过记的 跟你情况很类似 我爸是长子这一房的 然后过到了二房 再说道 你妹妹也不是 成年以后才过来 成年以后 从那边多少 还有点感情 两岁半 说白了就是个户的 比我小儿子大的半岁 叔叔大了一岁 我现在小儿子一岁八个月 就是个户的 他在你那边 可能是没有任何亲情的 他可能偏重于养父母 社区工作人员表示 吉家与吉士宏 相隔两地 多年来 闲有交集 感情基础本就薄弱 再加上 过记不养母的传统观念 在当地很是深厚 吉士宏不认亲生父母 在他们看来 无论从法律 还是道义上 都能理解 而对于吉出起怀疑的 妹妹不回家奔丧 与其养母有关 社区工作人员 也给出了自己的看法 你妹妹真的对那边有情的话 孩子就说老太太那种不是问题 你说是不是 他接受我伯父死了之后 这个年纪就大会了 只是说这个走还是做妹妹的工作 做妹妹的工作 她是当事的 对 因为她高中升大学的时候 回来 她是她归国 七色的时候 小学都说回来 实际上她还是回去过这种 做着妹妹的工作 因为她可能妹妹心中 还有心结 对 她只是把这段生活 开车去 是个理由 工作人员认为 吉士宏现在与其养母分开居住 如果她有意为母奔丧 她完全能够挤出时间去做 关键在于 她本人现在 仍未对亲生父母放下成见 社区工作人员建议 吉出起再跟妹妹详细沟通 妥善处理好这件事情 经过多次尝试 吉出起 终于拨通了妹妹 吉士宏的电话 喂 师宏 你看你在家是吧 你给我一个肥肤 给我一个插头 我肯定不会回去的 你肯定不会回去 你又不是狠吗 我肯定不会回去 你肯定不懂 我不懂 我不懂 这是这段时间 兄妹之间的第一次通话 可通话刚开始 电话另一头的吉士宏 便态度坚决地告诉哥哥吉出起 自己不会去参加生母的葬礼 随后吉士宏说出了自己的真实感受 我觉得你们没有正在我的角度 来考虑问题 因为我从来没有体会到 怎么亲妈亲爸什么的 你知道我怎么都对他有这么感觉 那是不可能是这个 因为我自己 我也是那种蛮精心的环境下长大的 我们自己也面对了很多问题 像我的父母呢 也没有给我多少伤害 实际就是给了你一个吃醋 然后我现在承担一些义务 就是从人的道理上来说 承担一些义务 对他承识吧 然后你们这边呢 我肯定没有这个义务 不管从哪个角度来说 我都没有这个义务 而且从感觉方面说 我也没有说感情 你们都搞复杂了 反而这个关系就苦得很难受 由于过早地知晓自己的身世 吉士宏自幼变得敏感自卑 这些年他吃了太多苦 咽了太多累 遇到困难 他也只能独自一人忍受 可日子在煎熬 他却对亲娘两个家庭 从未敞开过心扉 现在亲生母亲去世 他同样难过 但更多的却是深深的芥蒂 对于妹妹现在决然的态度 即初起进行了劝说 你不要计较以前 是不是 还是自己也计 没有计较 其实我根本就不会 什么你们想的 都没有 我觉得自己都 自己把自己自己搞好 就很好 我也理解你 理解你 不是我们还是 毕竟还是社员关系 我不是我们 我也不是什么 有别的意图 是不是 都是 人 你的系图就是有点强迫别人 对吧 这个哎呀 你去不去来 你应该来 你们就是站在一个坨 是不是 你应该这样 你应该那样 这个东西 你应该就给别人自己去做选择 然后别人 你去接受就 好 回家送母亲最后一程 但吉士红却认为 哥哥现在是以道德逼迫自己 并未真正尊重自己的意愿 眼间劝说无果 即初起 也做出了退让 吉士红指出 虽然姊妹间相隔数十载 但这种亲生血缘关系 却是无论如何 也割舍不断的 即便这次妹妹不愿回家奔丧 但今后姊妹之间 也应该保持往来 珍惜这份来之不易的亲情 毕竟 亲情经不起时间的等待 我们今天到的屋子 有一次分给他 还是慢慢的外来 就是二十多人跑的街坦 其实我们的生意就是 在这儿 我们的生意就是 我们的生意就是 二十四月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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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生意就是 这个就会借签 借签的 最终母亲临终前嘱咐的最后一个遗愿 还是没有完成 极初起遗憾之余 更多的是无奈 但她又明白 多年来的骨肉分离 却又非一朝一夕能解决到 也许只有随着时间的推移 姊妹间丢失的亲情 才能逐步找回 而对于极世红决绝的态度 极家姐妹却怎么也无法理解 不管怎么样 要是不是自己的姊妹妹 就算是侄女妈也应该回来 不过也想不到 不知道我妹妹是怎么想的 也不知道她怎么 用什么样的心情去做人 我就失望 我觉得她没感情 她有没有失望 都很亲情 还是那样 还是我这条的意味 在极家姊妹们看来 即便极世红只认养母 但从辈分来讲 母亲也是她的婶婶 婶婶去世 作为侄女的她 也应该表示哀悼 如今 极世红这样决绝的做法 无论从情感还是道义 都是她们无法接受的 鞭炮齐鸣 送别的是一位老者 或许也将她的哀痛 与思念传送给远方的亲人 唯愿死者一路走好 唯愿生者幸福生活 唯愿那些疼痛和怨念 都能随风消散 直到我们节目播出当天 极世红没有对生母的离世 再做出任何回应 而文艳花老人一身心情操劳 却直到生命的尽头 也未能见到送养出去的二女儿 极世红 这不禁让人扼腕叹息 其实对于极世红而言 我们知道 这些年你遭受了一般人 所没有遭受的苦楚 也理解你对于亲生父母 内心的怨念之深 所以才迟迟不肯相见 但我们总是把亲情比作风筝 无论时间多久 距离多远 只要你相认 就总是能将自己包容 但风筝如果放飞得太久 就有可能断掉 找不回来了 是怀着感恩与爱继续前行 还是抱着以往的怨念生活下去 这一切都取决于你未来的选择 也希望你能够认真考虑 小雨泪有没有远游 小雨泪有没有缘由 小雨泪有没有缘由 爱与恨有没有尽头 轻易无价值 爱无虚理由 寻找一个渡客 寻找一个渡客 把自己收拾